是华翔路腾飞一街的路口 吴女士告诉记者 几天前她和家人出门的时候 就在这儿捡到了一个袋子 吴女士打开袋子一看 里面装着一个存折 存折里还夹着不少现金 仔细一查一共是3100元 想到施主一定很着急 吴女士在原地等了一个多小时 可看到孩子冻得有些着凉了 东西却始终没有人来认领 吴女士只好先把袋子拿回家 可几天过去了始终没有联系到施主 今天上午记者和吴女士的儿子 一同来到银行 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 终于联系到了这张存折的主人 随后施主杨女士和女儿 来到了约定的地点 在确认身份之后 终于物归原主 当天晚上我们就坐飞机 要到那个黄山那边旅游 我妈当时没想起来 她是在那边坐着吗 先地有点凉 拿出来她就垫着了 垫着完起身就走了 这就年龄大了 我都60多岁了 就爱忘事 这两天一直垫着这事了 是 我们就一直就合计这个 太感谢这个同志了 我一听 我女儿一打电话一说 我说这现在的世界上真好 我都知道 这社会真是好人